字幕提供 今天這麼早去哪裡 今天帶你遊車好 你這麼窮,誰有車 我們雖然窮,但也有錢租車 現在香港租車都很方便 可以租一整天來玩 加上現在疫情,哪一輛車到 你帶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有車,當然要用盡 又不是我拿車 我只是用盡力而已 但你會開車嗎? 我不懂,我以為你會的 不要緊,視頻先吃 上車 弟弟,有沒有發現受疫情影響 越來越多人週末出家玩都會開車 有啊有啊,一來那些人 可能是想避免坐公共交通工具 二來又可以外賣上車吃 雖然很方便,但不是每個人都想養車 所以租車服務就適合你了 幾個朋友夾粉租車香港自駕遊 都不錯 會不會很麻煩 絕對不會 簡單過你申請儲婚會員 Step 1 親身去車行 打電話或者上網查詢 Step 2 以相關的文件登記 包括身份證,車牌和住址證明 Step 3 職員會講解租車的條款 細則,了解清楚之後就簽署合同 Step 4 檢查車輛狀態 這一步就最重要了 記得出發前要檢查清楚車輛有沒有刮痕損壞 最穩固就是自己拍照樓底 租車公司也有提供汽車用品給客人 例如遮蓋,充電器,電話座等等 租車是以日起跳的 由拿車起計24小時來為一天 舉個例,假設早上10點拿車 最遲第二天的早上10點便要還車 如果遲過指定時間還車 超時收費每小時間收150元 多過5小時便當租一日計算 另外,租車是需要付按金 根據不同型號、尺寸車款而定 而車牌連資少於兩年 就需要付較多的按金 現在點想提醒大家 租車公司也有條款表明 P牌是不可以租車的 大家記得留意清楚 不說那麼多了,出發! 加姐,你知不知道指教的好處是什麼? 我知,授街 當然,買完不用站在街上吃 可以在車上吃 還要在車下,不是我們下 去多少家都可以 交給我們來吧 真棒,買完可以在車上吃 喝不住了,原本想買其他東西 先吃 好疼 這個是我狗為了最好吃的燒賣 軟筆筆的 好淡啊,我們的司機朋友拿得吃 是不是師傅拿得吃 它一盒燒賣,我們怎麼會救猴呢 繼續吃,不要讓它停 要在車上吃 要在車上吃 當然要在車上吃 當然要在車上吃 當然要準備充足 垃圾袋也有 勾著食物也有 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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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吃 加車不是我們自己的 對 記住大家在車上吃 也要小心點 清潔費也很麻煩 醫院好,立即出發 第一站去哪裡 山門仔有沒有聽過 由大埔開車過去 都只是十分鐘左右 我見網上很多新界不游車可路線都有介紹 除了可以進山門仔 看日落和拍攝圈之外 其實還可以走到馬市周 但是我今天就太熱了 而且我們指教也是為了輕鬆和舒服 沒錯,所以我們只是 進村走走走 對,如果想上山的就在上面 我們下去了,拜拜 我們問過村民 如果想泊車的話 其實碼頭旁邊都有空地可以泊一下 但記住不要妨礙別人出入 跟著去哪裡 下一站 新娘攤 聽過很猛 日光日白 沒事的 你再說這麼多 唉,就真的天黑了 這條教育徑不少車友都有介紹 多泊車或一天有廁所 大家有時間可以下車逛逛 親身大自然 姐姐姐,你肩膀那是甚麼 嘩 嘩 另外,教育徑附近都有不少燒烤露 放假箱進來BBQ都可以 唉,果然未有,很多蚊 有嗎?沒有啊 當然啦,因為只是咬我嘛 啊啊啊啊啊啊 好熱啊 這隻神經病 但是指教委,其中一個好熱就是 議員可以上車逛逛逛 不是美食團 肚餓不行嗎? 別說這麼多啦,有沒有好介紹呢? 唉,好啦好啦 但是去一間人氣茶座 嘆個T呢 啊,正啊 當然爽啊 這麼熱的天氣 我們不斷走完山了 拍了相片 當然是三點三,要吃個限茶吧 當然啦 而這條路啊 就是遊車可以來到陸頸必經的茶座之一 當然要試回到這裡的 英式早餐 西多 野飲 食物油多 喂,弟弟 下一站不如去大尾都提拔拍照吧 我好久沒鋪上了 好啊 反正今天天來這麼好 嘩 怎麼又要這麼上攤呢? 噢,不如那車走而已 做了車當然是用得很盡 入口呢 就在白普利青年淚舍左邊 走上小斜坡就到了 這條大尾都必到提拔 大把東西玩 放風箏啦 擦單車啦 拍照啦 放寒拍機啦 唉,但是真的熱了一點 我不想曬到貧窮黑啊 餐完茶 差不多到時間拍日落了 正所謂有車就是任性 去哪裏拍都沒問題 那我們打算上哪裏拍 送唇送唇送 這裡都拍到了 還有很多位泊車 來到大尾都 很多人都會去燒夜吃BBQ 但姐姐這麼懶 她又怎會叉住來燒 所以我就成了 找了一間開張不夠三個月的 日式機銷居酒 又有刺身 又有串燒 還有靈景 但為什麼 我會對著肥仔細老 因為她沒有男朋友 就好了 中扁嘴 吃啦 你看她的東西都不理會 這間事業中的日式 居酒屋 距離燒烤牆 只需三分鐘的車停 主打串燒 小吃 刺身等等 價錢相當實惠 值客還可以免費 泊車在一旁的空地 夠了方便 看見 唉 找完整天都不是說不累 所以回程除了司機朋友之外 全部人都睡著了 沒影任何東西 既然沒有東西看 我們就重溫一下今天的行程路線 歡樂的時光真是過得很快 這麼快又要還車了 下一個人家收工了 我們怎樣還車 放心 這裡24小時都可以還車 在停車場進去之後 就會有職員教你 跟早車一樣很方便 唉 飲飽吃醉 還要買手信 好險 很棒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開車 玩一天都不錯 幾個朋友夾粉其實都可以 你可不開心 當然開心 我們開心 司機司機不是很開心嗎 我當然不開心 下次你們自己開吧